大家好 今天繼續跟大家說一說 推銷有什麼好的食療 其實很多小朋友都很容易發燒 所有的媽媽都在這個時間最擔心 怎麼辦呢 如果她一直發燒 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很多時候的媽媽心急 小朋友一發燒第一時間 就跟她去見醫生 然後吃退燒藥 也很多時候都會有效的 但是小朋友很容易又再犯 一會兒又發燒 隔天頭半個月又發燒 做媽媽的都別說不傷腦筋 也有很多我的客人 他們都對我很有信心 小朋友發燒都會來找我這個中醫的 他們來到之後 我就會告訴他們 吃一兩日藥就可以了 不用多的 然後再教他們一個食療的方法 結果很多小朋友 一天燒就退了 然後不會說 吃完藥幾個小時又再燒 不會的 是一直連續很多天都不發燒 都是精神爽利的 那我到底吃什麼呢 其實很簡單 很多人都可能聽過 喝過吃過 就是什麼 紅蘿蔔 馬蹄 竹籽 白毛巾 這四樣東西 很多 好像我們這麼大年紀的人 基本上都認識的了 那現在呢 你就算不太記得 你記得一兩樣 你去到街市 甚至有些超市 都有一群的樣子 整桿 是和你包好了 那你回來 把它洗乾淨 該切的 該去皮的去皮 然後呢 煮它 大約半小時 就已經差不多了 不需要煮很久的 那裡面 那些竹籽可以吃的 不過不知道你的牙力 夠不夠 那些馬蹄也可以吃 那些紅蘿蔔也可以吃的 那竹籽 毛巾 馬蹄 紅蘿蔔 煮了的水 微微的甜 小孩子肯吃 不需要求 那要吃多少呢 假如他現在正在發燒 那就算是吃中藥 西藥都不要緊的 可以繼續給他喝 給他喝 他喝到大約一個多兩個小時 就會有一次大大督的小便 將裡面體內的那些熱 從這個小便排走 那這個人呢 就會自然呢 就會得到這個 退消的這個作用 那這一條 食療坊呢 很多人都適合洗的 那但是呢 如果一些呢 喝口水 就要去一次廁所 然後跟著呢 也都可能呢 就說那些老人家 那他們呢 已經是平日呢 都小便很多 那你就不要隨便給他喝了 知道嗎 那另外呢 那另外呢 就說 如果我們要退消 或者是擔心著 發完燒之後 怎麼辦呢 有些小朋友呢 有些家長都會知道 有些小朋友發完燒之後呢 那些脾氣都很差 而且呢 訓液都很差 為什麼呢 原來呢 他可能發燒的過程裡面呢 那些頸子的淋巴結 你幫他摸一下 你就會摸到 他有一些一塊一塊 一粒一粒的 的 叫淋巴結 那這些淋巴結呢 你可以煮一些什麼呢 下膚草給他喝 下膚草呢 是解結 清熱的 但是現在很多人呢 沒有結 只是呢 眼睛不太舒服 睡不好 乾火放 那就去喝 其實呢 下膚草 最重要的一個功效 就是解結 那麼呢 發完燒的小朋友呢 你讓他喝一下 這個下膚草 又或者呢 煮一下這些 我們小時候喝的 紫草蓉 那這些紫草蓉呢 去藥房 就是藥材店 就買到的了 但是呢 不好喝的 相信呢 那些小朋友都不太肯喝 那你也可以呢 煮一些所謂下桑菊 那清清甜甜 那些小朋友呢 就不用求他 他都會肯喝 那他喝了之後呢 那量最重要呢 就是喝到他呢 是一個多鐘就要有毒大尿 否則的話呢 是退不了燒 那如果平時來喝呢 也都可以呢 防止自己呢 是容易發燒的喔 那總之你是青年啦 壯年啦 不妨試一下啊 這個人呢 我沒有機會 他的天啊 ㄱ報告 好嗎 後來 老人 你 一定 好